当然除了这两位香港师傅以外 很多人来到台湾定居呢 主要也是千里姻缘一线千 比方说从越南嫁到台湾来的谢碧娥 她嫁给一位台湾的潮州菜大厨师 两个人一块开了一家越南餐厅 借由先生的创意 谢碧娥改良的越南菜 更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餐厅里面聘用的也都是越南新移民 在这对夫妻的眼中不分彼此 大家都是台湾人 她是香港来的潮州菜师傅 她是越南来的妈妈 两夫妻现在经营一家改造版的越南菜餐厅 她说很久没有机会讲我话 她打起来不漂亮 她们客人看了都 明明就是啊 不好看就感觉不好吃 她不平均啊 对 客人都没嫌我 我老婆整天在嫌我 两个人越斗嘴感情越好 手上包的是越南春卷 但何师傅改过春卷皮 让它更适合台湾口味 广西的春卷皮炸起来吃是脆的 越南春卷炸起来吃不好吃 然后肉是生的没有炒过 不好吃的啊 对 然后干干的 何师傅是饭店的潮州菜主厨 创新菜功夫一流 在越南根本不下厨的谢碧鹅 来到台湾觉得寂寞 反而开始上网学做菜 何师傅为了寂寞的太太 为她开了一家粤菜餐厅 这道家乡料理 越南炒饭原本是冷的拌饭 何师傅巧手改造 变成台湾人喜欢的 热乎乎的混血版台越炒饭 越南在越南的是 这个来先配料啊 这果腿啊 香肠啊 就是炒炒 然后白饭 去拌一拌就拿出来了 温温都没有香气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边呢 就希望它来去拌炒 放些洋葱啊 蒜头啊 越南果腿也跟香肠 口感跟香气 跟烟漆的味道 参透出来 热 当它的香气喷出来 你可能感觉 人全是跟越南的方式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今年六十岁的何师傅 一头雪亮的双年白 是她的个人特色 在中餐界 手艺好的没话说 当年何师傅碰到 小她两轮的谢碧娥 当场也是说不出话来 而且为了爱 她染了一头白髮 其实我也不想染 但是她要求到 没办法这样子 把她染啊 因为我都不想到 为什么把我 头发染黑的 为什么 要年轻一点啦 因为回乡下 就是很多人看来 比较年轻啊 这样子擦肩 比较刚刚好哦 结婚后 何师傅染了黑发 还收了个徒弟 为了开店 何师傅当起太太 最好的老师 两个人每天下班后 窝在厨房里 研发新菜单 好了吗 好 包在这边 好 这是新版越南长粉 原版的长粉 吃起来比较硬 改良版的长粉 Q软嫩滑又有口感 何师傅说 她改良的越南新菜 都有新风貌 就像她现在 跟一群越南姐妹 一起开启的新人生 也很有味道 她说我们很吵 好 吵死了 她说每天都有话聊 对啊 咱不听啊 每天咱不玩啊 奇怪 我听个读还好 我听不懂 做餐厅的辛苦事 下午两点半 才是午餐时间 员工们终于有空一起吃饭 三十年前 只身一个人 从香港到台湾 来工作的何师傅 店里请的都是越南妈妈 因为她自己不孤单了 希望这些越南姐妹们 也感受到异乡的温暖 生活锁碎啊 老公怎么会养啊 你怎么动就可以回答你 今天是什么 美业的吗 你什么知道 用猜了 用猜了 喂 我的锅饼 大家顾着吃饭和太太忘了关火 厨房里正在准备做家乡菜 越南窝饼 窝饼的造型和原理很像日本的 章鱼小丸子 和太太在热锅上放窝饼粉 加上绞肉 原本应该放野奶 改成一只大虾 这也是何师傅亲手设计的 改良版窝饼 越南是路边摊的 来过边哦 越南路边摊美食到了何师傅手上 变成饭店水准的精致小吃 现在喜欢白头发的吗 现在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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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她怎么样也喜欢 曾经改造自己的何师傅 改造中的越南菜 这是一个潮州师傅 和一个越南新娘 在台湾展开的新人生 入口中的越南新娘 那里面摊美食 暂时的越南新娘 希望你能在台湾展开的新娘 使人时的选择